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房東不能進去 可是我突然想到一招 假如說我是房東嘛 那可能這房子是我的 所有的水電啊登記那些都是我的 我可不可以去要求斷水電 我人不要進去啊 但是我就把你水盾斷掉啊 這樣可惜嗎 很多房東也在問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105年開始 台北市基本上是不能夠斷水斷電 因為它現在已經有明文的規定 如果裡面有人住 不管是房客或是任何人 你同意的使用人 不管什麼人只要有人在住的話 都不可以任意的斷水斷電 那不能因為這樣就把人民基本的 日常生活的基本所需就把它斷絕掉 這樣聽起來好像只有 剛剛徐律師教我們那個正常走法律程序的 交屋的流程是最好的對不對 其實還有一招 所以還有一招 為什麼呢 這個我們剛剛講的是後面在處理 其實房東在出租的前端呢 它可以做一個小小的撇步 也就是說 撇步會好好聽一下 對就是在租約裡面 它約定 譬如我這個屋主 我們提供冰箱冷氣 這些或者是這個瓦斯爐 有具體特定的洞產 那你必須寫明它的型號 最好是拍照 然後附在契約後面 然後上面註明呢 當租賃契約終止 或者是提前終止時 房客必須返還 那這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因為這個 不管是冰箱冷氣這些都是洞產 它是獨立的財產權 所以如果你在上面註明 租賃契約終止的時候 必須要返還 那如果它不返還呢 這時候就會構成侵占 這時候就會是刑事責任 而不會說房東都是束手無策 你慢慢去走民事官司 一走就好久 那警察他也不會處理 因為這個是民事官司 要送到民事庭的法院 但是如果涉及到刑案 這有侵占的問題 你通知他之後 已經租約終止了 結果他還不返還 這個動產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告他侵占 這時候偵察隊 警察就會去找他來做筆錄 通常訪客接到這樣的一個 電話通知要去做筆錄 大概很快就會跟房東去和解 房子比較快收回來 所以這道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招 剛剛律師也教我們說 那個房東來追繳 那個房客欠租的流程 我們這邊剛好有這個一個提醒 我們想說讓律師在最後面 再幫我們提醒一下 這個流程的部分我們來看看 其實這裡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說如果他沒有租期還沒有屆滿的時候 你必須要欠繳兩個月以上 你才能夠第一個要限期吹繳 叫他在收到之後不管7天或14天都沒有關係 就是你要吹繳他說 在這個期限內你必須繳 如果你沒有繳的時候 你再跟法院來 開始寄存證信函 對對對 寄存證信函請求要繳納 對然後要限期繳納 如果限期繳納之後 他還沒有繳 這時候你才可以終止租約 終止租約之後 再向法院呢 來起訴請求返還 所以剛剛您提到是說 要未繳房兩個月 所以包含要把押金扣掉之後 對對對 所以這一個時間 你就必須欠租打四個月 四個月 才開始寄那個存證信函 對 寄存信函 那寄了之後呢 你再跟法院起訴 起訴到法院又有一個調節 又是四個月 這樣就八個月 那等到法院來判呢 大概也是四個月 就大概一年後了 對那等到判決確定 來申請強制執行 大概也要三個月 所以大概一年三個月的時間 那這個強制執行的時候 法院就會幫我們做強制執行 對對對 但是他要繳一個強制執行費 大概費用要花多少錢 這個是房子價值的千分之八 房子價值的千分之八 所以你要趕那個房客是住在那個 地保 還是地帶國宅是不一樣的 對對對 千分之八 對 但是這個千分之八只是執行費用 你法院裁判費還有1.1% 這也是跟房子的房價有關嗎 對 也是按照房價來算 對對對 那這房價是按照公告地價來算 還是 是怎麼看這個房價 這個基本上就是我們講 現行法律制度 有一個很大很不好的一個地方 OK 對 是這樣子 那不知道那個律師對於 這樣子下來 你認為喔 關於房東啊 這個 在這個房租租業這部分 有什麼地方是現行法律上不夠完備 應該要做調整修正的地方 對 基本上喔 現在現行法律制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房客來講喔 沒有影響 但是對屋主來講喔 影響非常大 也就是說如果房客喔 他欠缺租金 然後這個合約又沒有經過公正的話 屋主要去法院告呢 以前喔 他是用房屋稅單 房子的評定價值 一間房子喔 你在台北市喔 市價一千多萬的房子呢 房屋的房屋稅單 評定限制可能只有五六十萬 所以 繳了裁判費呢 大概五六千塊 就可以去打這個訴訟 可是 你剛剛提到這個 預繳裁判費部分 對對對 百分之一點一 但是呢現在不一樣喔 現在 從台北地院的法官開始喔 現在影響到全國 就變成說 現在法院呢 都改採喔 市價 市價呢 如果你一間房子喔 如果市價假設兩千萬的話 你要繳二十幾萬的裁判費 那屋主就講說 我一個月喔 才租他兩萬塊啦 好那 你一下叫我繳二十幾萬 才能夠把房子要回來喔 他怎麼能夠接受 其實 會變成增加喔 屋主喔 很大很大的負擔 所以我們認為說喔 法官在 裁定這個裁判費的時候 以市價來 衡量喔 其實 是有點不公平的 因為你基本上 你的這個租金呢 才兩萬塊 那你可是你 因為用市價去合 你還必須要找 鑑定單位去鑑定 他的價值 鑑定出來 之後用這個價值 來核定裁判費的結果 可能遠遠喔 超過他的租金收入 他可能 原本收的錢喔 還不夠去繳 那個裁判費 還要倒貼回去喔 所以在制度上喔 真的非常的不合理 而且不公平 希望喔 我們政府能夠改善 所以這個也缺得到 你想幫那個裁判費 對 但是喔 可以用喔 很可愛的地方 就是這樣 裁判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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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變 前面角的方法會比較高 但是裁判費的方法 應該是以平均限制來算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就喜歡 這個平均限制 大概 一千塊的價值